日期會跟著系統的時間會改變 所以如果今天,今天日期應該是 今天 這個日期 10月6號才對 然後我怎麼樣可以加進來 第一個你要先學會什麼 插入函數 裡面找到什麼,日期與時間函數 這個也是下個階段的範例 裡面如果你要找今天日期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 The Day對不對,按確定 他會自動,這個沒有引述,按確定 他會抓到今天日期 他的年齡也會跟著Update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要算年齡的話 那年齡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年齡 如果我今天是用什麼 我不知道各位在算年齡的時候 要怎麼算法 他這邊的公式 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這個year 就是這個上面的year 這個上面的year 就104 減掉什麼呢 這個year 就是 C5的出生格 減完之後就是他的年齡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10月6號 那以這個 這個人來 他是1925 12月出生 他實際上他還沒滿 那 如果 1925年 兩個相減 最好這個也把它改一樣 這個也把它改成那個 西元好了 不然一個是民國 一個西元 你要換算來換算去 這樣會比較不方便 乾脆直接把它改成西元 比如2015 那減下來的話 如果你用年來減 他是 90歲 沒錯 但是他未滿 所以他應該是 89歲才對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用這種方式來計算年齡 其實不算太精確 所以 這邊順便講一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就掉 請各位改另外一個 如果比較精確 而且 假如將來你要計算年 或月或日的話 最簡單的一個函數 他是利用一個函數 插入日期 不過特別注意 他 很好用 可是 沒有顯示在 這裡面 OK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是跟專利的關係 所以他 沒有辦法把它加到裡面 變成要自己打 這個函數名稱叫什麼 Date 叫Dif Datif 比較麻煩的是 需要自己打 OK 錢光阿弧 錢光阿弧之後的話 放什麼 前面的日期 就是生日 豆點之後的話 放後面日期 就是今天日期 在豆點之後的話 雙引號 加一個Y 再一個雙引號 Y的話 指的就是 兩個日期要 比對的是 年的部分 如果是 改成 M的話 什麼 就是比什麼 比月 改D的話 就是比日 OK 打勾之後的話 你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邊當然要把那個F2給鎖起來 否則的話 當然會 那個位置會 會跑 OK 好 那你會發現 剛剛這個 就是 90歲 可是你會發現Dateif 他會算 他會比那個年之外 會比月 也會比日 也就是說 他要滿了 他才會 幫你 多加 一歲 所以如果說這個人 假設我把他的 生日改成 10月 假如說 改成10月6號 Enter過之後 會怎麼樣 他會多一歲 因為他 假設 他今天生日的話 多一歲 OK 當然 你看 你的 工作需求 如果你會有這樣的 敬畏的需求的話 Dateif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老人津貼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要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 年齡要 大於70 不過看起來 好像都大於了 OK 現在台灣是老人國 發現好像 有的時候 有一次好像就 自己沒有開車 就坐公車 發現 上來了 而且在 飛上班時間 全部 都是 那個什麼 就是都是社福卡 就是都不用 而且 全部 你當然也一定不會有位置做的 你也不敢做 因為全部人 年紀都比起大很多 OK 那當然 這也是個問題 這一題的話 當然 OK 好 那我如果說 就是 他是 這是舊資料 所以台北縣 或台北市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 我今天 他住在 大台北地區 才符合條件的話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也是一樣 插入函數裡面 你們找一下那個 這個邏輯 好 那想想看 兩個嘛 這個大於 而且等於70 這個的話呢 台北 台北市 或台北縣 那你可以 用什麼方法 如果說 你變成說 你要這個 and 這個 這個 可是這個兩個嗎 那裡面 變成你要有兩個 一個 就是台北市 或台北縣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 labs 函數 怎麼樣呢 把儲存歌裡面的前兩個字 抓出來 那前兩個字前面還有講過嘛 你用那個labs 抓前面兩個字 如果等於台北 那不就 就少判斷了嗎 不然的話你變成像之前有同學用 and 然後裡面再 偶爾 就要判斷很久還是判斷不太出來 容易做錯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怎麼做 想各位先試試看 另外的話一鍵完成 然後自訂函數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再做一下表單 那個表單的話前面有沒有練習過啦 好 好